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真小玉,欢迎大家收听这节分行全接触 又来到分行全接触的环节 我们会在直播室直接接播到要财18间分行 其中一间分行的现场客户可以直接问郭先生股票的问题 郭尚您好,事不宜迟,今天有美肤分行的同事Nono Nono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看到今天的大市成交非常弱,只有500多亿 会否现场客户的投资气氛都比较审慎 是,因为最近比较牛皮,成交又少 客户都采取观望态度多 明白,知道有几位客户想问郭先生股票问题 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 陈小姐的问题是由我代问的 好 陈小姐的问题是想问华泰证券 6886 他说IPO当时抽中了 但还未沽货 应该支持在这个时候 好,6886有华泰证券 暂时在做18.7 跌幅超过1% 挨禁2% 陈小姐就IPO当时抽回来的 还未沽货,应该如何报处,郭先生 内地股市近期有点反复 重看IPO也会锁住部分资金 短期来说没有太大的憧憬 否则成交今晚也开始有点放慢 不幸的地方是 如果是24.8新IPO回来 勇过一层上26.8 当然不走 反正跌穿IPO价格 接着A股就逆转 如果没有沽货 就比较可惜 直到现在这分钟 应该肯定是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我觉得这位客户 申请回来的股份 如果不是太多 看看自己的心态是如何 由11.8反弹到近期 高位$20.09 累积的反弹幅度 已经80-90% 这一层是差不多的 如果基于轮点 持货多 应该把握机会略作减绑 当然不知 一个星期的低位$18.48 如果一旦跌穿了 下限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一个月的低位$17.48 这点要留意 但如果是一手是半手 看看这段期间 可否忍受一两元或三两元的反复 如果可以忍受就不要出 因为明年新的IPO制度 是会正式用的 包括中证监和地方政府 亦是采取一些新的政策 所以对A股中期的发展 我始终还是看好的 如果能够放得到 就能够放得到 如果真的不能忍受 有时真的没办法 等不等得到就决定了 等得到的暂时不要动 等不到的 或者真的要有资金要用 为了避免股价 可能还有一两元的反复 那你不就尽量是 看位置来沽了它 但我觉得如果是中线部署 就会比较好一点 好 谢谢郭sir Lono 是不是还有第二位的 现场客户想问郭sir股票问题 是 没错 第二位客人是方先生 就想问你渣打 那他就100元买入了 就想问一下 要不应该公股 拉低平均价 好 渣打有280元 暂时在62.1跌幅 超过1% 值得一提 昨天渣打已经创了52周身低 今天再创新低 最低价见过61.7 郭sir 方先生 100元有货 应不应该公股怎么部署 其实公呢 老实说真的没有前景 因为渣打 现在渣打的盈利前景 和几年前是不同的了 几年前在印度 南韩那边的发展是相当好的 所以刺激到股价 一直升到200多元一股 但是南韩和印度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一步一步逆转 况且印度那边 有一笔涉及400亿港元的贷款 是有机会违约的 这是不明的 最终会否违约就很具决定性 渣打环球裁员15,000人 有些人就说 裁了这么多人 减少了很多的盈运开支 对渣打有利 我的看法刚刚相反 一家银行一个金融机构 最大的资产 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财 金融机构如果没有人财 你怎样赚钱 你现在大举裁员 意味着在发展上是很受规限 或者他经过一轮的冲锋 现在收回来 看清楚再重新再来 问题就是 前景暂时是不明的 况且很老实说 他说明了 今次的末期息是不会派的 如果你觉得100元买渣打 如果55.6元你不去供 你就会被贪博 这我没有意见 我何时都这样说 高台买了 低价如果要供股 你不供 你的权益就会被贪博 这是很无奈很无奈的 但如果你要另一个方法 来问我 现在拿着够钱 我买渣打还是买汇控 老老实实 如果真的要买国际银行 我情愿买汇控 第一 汇控已经一路淨化他的业务 第二 他起码有个末期式派 而还有一件事 就是 倫敦的总部来不来香港 我就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一天来香港 不会成为炒作的藉口 我总是觉得 不用很久 汇控的股价 是有机会回到渣打上面 其实现在只差几毫子 看看你自己怎样看法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买开渣打 你不买渣打 你见不回家乡 没办法 我都迫着买渣打 我没有意见给你 但如果你说 我拿得出这够钱 我来供渣打的话 我认为索性 我多加几元 我去买回控 这个老实说 因为渣打前景 我看得很负面 我不觉得现在这个价 是有一个吸力的价值 除了一些技术上的炒作 跌了这么多 我拼你反弹 那就另计 一只股份 短期之内 有个技术上的反弹 可能市场气氛 可能资金主导 可能回补的买盘 或者根细炒的人 都会造成一个短期性的 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尤其是渣打跌了这么多 但一个中期走势 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这方面渣打老老实实 暂时来说就是欠缝了 我看得比较淡一点 郭Sir刚才提及过的回控 暂时存在61.6毫半 跌幅超过1% 矮近2% 其实跟渣打真的相差几毫子 Lono 是否还有第三位的现场客户 没错 还有一位是萧生的问题 想问一下郭Sir 现阶段可不可以买入港交所 等深港通开车 好 388有只香港交易所 暂时存在205.8 今天的股价偏短跌0.484% 没有货在手 如果真的想一些中线的部署 等深港通开通之后有些炒作 现在是否一个买入的好时机 不敢说是最好的 因为市场已经是先高后低 剩下来12月份的时间 会不会有更加低的指数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如果你说等深港通就是中线部署 中线部署就分开来买 例如206 有机会204 202 或者200元也好 分开三柱四柱 慢慢去买 反正市场这么淡静 你今天买都不预期 星期一星期二会赚钱 问题当然不大 深港通一到真是落实要开行 不用落实开行 那时间表出来 借以港交所述上为二八十多元 的确一定是直拨率 不过这是中线的部署 如果你抱着一个短炒 如果它一跌我就要走 那你就情愿观望算数 短期来说比较大的防守性支持 仍然是二百元的大关 好 谢谢郭sir的分析 Nono 多谢你的电话 我们下次再经过 好 看到行指 暂时报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点 跌二百三十一点 国企指数九千八百四十四点 跌一百四十三点 大市成交五百九十九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